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在22,865点上升107点 全路宣布与富士终止合并交易的协议 不过呢 富士指全路并无权利终止有关的交易 并只会考虑所有的选项 包括了诉诸法律 富士呢 升了超过了1% 全路与华尔街之狼艾肯 及公司大股东 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两人撤回了提名董事局成员 午后呢 亚太地区的股市 普遍维持良好的盘向 尤其是首季的经济增长 意外强劲的港股六年涨 中美贸易纠纷 有望缓和 利好市场气氛 加上呢 早前美朝韩关系改善 马来西亚大选成功党政替换等等 亚洲股市呢 普遍可以从早前的政治阴霾中 重新见到曙光 亚洲股市呢 延续上周上升的态势 日台韩股以上升来作收 日经平均指数今天呢 早上低开了53点 一度跌到了跌最多跌了74点 收在22865点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呢 今天早上开高了5点 一度上升最多8点 收在2476点下跌了1点 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今天早上则是开高了79点 一度爬升最多111点 收在10952点 上升呢 一共是93点 澳洲股市今天一早则是开高了0.01点 一度攀升最多19点 收在了6135点 总共上升19点 接着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股盘分析 今天的股盘分析 美元指数上周虽然超过了93点 来到了近期相对的高点 但之后回落至了92点附近 美元持稳 对第二季的雅股来说呢 就是最大的安定力量 社会与此外资上周对雅股 卖超小幅缩手 甚至呢连续了三天买超台股 单周以1.34亿美元买超 将台股推上了单周买超之冠 单周呢算是涨幅高达了3.13% 另外呢还有越南亦有0.1亿的美元 买超进账 反观内资呢则是趁雅股回跌之际呢 积极的抢劲 包括了南韩印度印尼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的股市 全都毫不畏惧 外资买超 单周就呈现了逆势的收红 统计今年以来呢 以外资买超来看 印度呢仍然有7.17亿美元买超 金额最高大选呢才刚落幕的马来西亚 以6.36亿美元紧追在后 越南呢则是4.86亿美元 以股市表现而言呢 除了印尼和菲律宾 皆有超过5%的跌幅之外 其余的股市全数呈现翻红上涨的趋势 尤其呢以越南的6.16%涨幅遥遥领先 亚洲呢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区域性题材 包括了本收的名城 将进行半年度调整 确定6月份首度纳入A股的名单 且中国经济数据仍然是维持稳定的增长 中国稳定的经济都能和持续调动的宏观发展方向 对亚洲整体来说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支撑 另外呢观察了整体东协市场 2月以来东协股市相对的抗跌 近期呢经济数据和4月东协各国的制造业P&I 普遍回升 泰国4月的消费者呢信心指数 随强劲的出口与旅游活动激励之下呢 创进了40个月来以来的最高点 凸显了区域内增长任性 而我们今天呢看到台股 今天再由被动员舰的领长 被动族群几乎全面喷出 矽金元族群呢也因为台胜科 将大举现金减资50% 搭动了矽金元族群的大涨 另外呢鸿海集团因为母公司鸿海将现金减资 红家军呢也跟进大涨 整体来看呢台股指数在上周五战上了所有均线后 现在呢多方气盛 随着五日线向上 越过了季线 其实半年线上攻了11000点 已是指日可待 投资人可以多加注意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财经热化 接着来看到今天的财经热化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 在富士软片抗疫全路毁约 不排除提告索赔 美国银鸡巨呢 巨棒全路公司 与美国时间13日宣布 终止与富士软片的合并案 对此呢富士软片今天发表声明表示 将向全路提出抗疫 不排除提告索赔 而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二条财经热化 是日本航空宣布自主中长城的联航 2020年起呢将会开始营运 日本航空公司今天宣布呢 将成立中长城的航线连价航空公司 以成田机场为据点 利用中型机飞航 预计2020年起开始营运 日航呢目前的国际航线 以东京宇田机场等连结 欧美主要的都市航线为主 课程呢则是以商务课为比较多 日航的社长赤板优二 今天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时表示 将善加利用日航的经验 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新联航 航空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则 财经热化 川普呢下达了赦免令 中国媒体称可避免中心休克的命运 美国总统川普推文表示 以下令美国商务部为遭到制裁的 中国企业中心通讯 提供了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 中国媒体对此表示欢迎 并说八万员工的中心 可能将因此避免休克的命运 但短短几天呢 事态出现如此逆转 对此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 今天的社评指出 无论美方做出的制裁是出于何种原因 川普的最新宣布都是值得欢迎的好决定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 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中国吉利汽车创办人李舒福 日前风光取得宾式汽车所有者 戴姆勒公司近一成的股权 但现在却传出因为太晚通报收购消息 最高将面临高达1000万欧元的法金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导 李舒福本来应该在今年2月22号 向德国金融监管局公布他买入 戴姆勒股票的讯息 但实际上他却晚了一天 一直到2月23号才上报有关消息 对此吉利汽车集团回应 今年2月23号 第一时间依旧持有戴姆勒 9.69%的股份事项通知市场 而且通知的内容准确无误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对吉利23号的通知内容 也从未提出任何意义 不过虽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要求吉利补充今年2月22号的情况 但这一项要求是该单位基于今年5月9号 对政策条款的最新解读所提出来的 对此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示 李舒福后来补交了相关通报 相关部门也正在评估 是否有开出罚金的必要 按照德国目前的规定 如果是个人违反的资讯公布的时间规定 有可能最多被处以200万欧元的罚款 但如果违规主体是企业 则罚款额度 最高可以达到该企业年收益的10%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的年报显示 该公司当年的全年总收益 是人民币927.6亿亿 换句话说 吉利汽车在收购宾市之前 很有可能得先付出上百亿人民币的代价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 整理报道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在传高层出走讯息 美国时间周日多家媒体指出 原任职特斯拉的主管 史沃尔转投谷歌姆企业旗下的自动驾驶单位 而该单位官方也在报道出现后 证实这起人事异动 此波销长恐怕会为特斯拉再带来营运挑战 据报道指出 史沃尔在该自动驾驶部门主要负责自动驾驶安全的相关业务 过去他在特斯拉同样负责相关安全业务 同时也有消息指出 史沃尔已于上周一报道 特斯拉近期发生多起车祸 上周发生两死一伤的事故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介入调查 华尔街电新闻记者 吴康伟整理报道 红海旗下富士康互联网终于拿到中国证监会公开 募股IPO的核准贴文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富士康获得了A股IPO的入场券 但证监会却罕见并没有按照惯例公布募资额度 创下IPO从其以来的首例 事实上 今年富士康从提出申请到通过证监会审核 仅仅只花了36天 与过去排队上市的企业要花半年相比 富士康的待遇陷杀众人 不过富士康并未能延续闪电过会的神话 迟到的批文节奏 让富士康从新股申请到领取批文 足足花了100天 也让富士康的上市之路 引发市场更多猜测 令人意外的是 虽然此前富士康在招股说明书民事 此次IPO将申请募资272.53亿人民币 但中国证监会在这次下发的核准批文中 却对募资金额资质不提 情况极为罕见 不少市场人士猜测 富士康之所以迟迟难以获得批文 和他272.53亿元的拟募资金额有关 由于募资金额过大估值太高 一直被业内认为是难以快速核发的重要原因 从之前耀明康德通过折价才得以率先拿到IPO批文来看 富士康未来的募资规模会不会缩水 将会是市场密切关注的焦点 有市场人士指出 2018年初到现在单一新股平均募资规模大约是10.9亿元 今年2月5号募资49.67亿元的华西证券 已经是2017年以来新股募资额的最高点 由此可见 中国监管层对于新股募资规模还是非常谨慎的 在行情变数增多之际 对于富士康之类的巨无霸企业上市 很难一路打开绿灯 另外目前A股科技股市值最高的是 海康威视3689亿元 富士康在上市之后能否超过海康威视 超过5000亿元的大关 也将是市场观察的重点 不过市场人士认为 富士康不管能否超过海康威视 对整个科技股行情的影响不容小觑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美国财经媒体The Street分析 科技巨拨苹果公司近年两度 对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进行调查 因此预测苹果可能会收购特斯拉 报道中指出 特斯拉执行厂马斯克是个有开发创造力和愿景的人 在公司财务目前仍处于亏损与资金短缺的状态 欠缺提升产能与规模的必要条件 而苹果公司则是荷包满满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欣赏特斯拉的创新能力 目前特斯拉的市值约为513亿美元 而苹果的现金储备为2851亿美元 The Street认为 尽管苹果历史上没有过如此巨大的并购案例 但从财务角度来看 苹果完全有能力对特斯拉进行收购 同时指出 苹果近年已经两次完成对特斯拉收购的净值调查 苹果前执行长施考利曾经在2016年表示 如果苹果愿意当然有能力收购特斯拉 苹果的财力可以做到 如果苹果选择收购一家大企业 相信只会挑选拥有庞大潜在市场 且具革命性潜力的目标 如特斯拉这样的汽车制造商必然会合乎标准 而特斯拉近期也遭遇高层人才出走的影运危机 包含半自动驾驶系统主管凯勒 上个月底投奔英特尔公司 另外首期工程师道格也在宣布留职提薪 选在特斯拉的新产品Model 3赶工的关键时期 休长假 在今天 原本任职特斯拉的主管施沃尔 跳槽Google母企业Alphabet旗下的自动驾驶单位 Waymo Waymo官方也已经证实施沃尔已经在上周一完成报道 关注特斯拉的分析师瓦尔曼指出 执行长马克思克会完全无意义地接受苹果的收购案 哪怕收购价低于现在的市值也可以 在过去一项掌握尖端科技的苹果公司 在今年不断遭到外界批评已经乏于创新 而且产品频频出包 在未来会不会收购特斯拉转战电动车市场 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 你是机车族吗 有没有看着导航却误闯汽车专用道的经验呢 不过这个噩梦即将告别 在2018年度Google开发者大会上 Google地图推出的三项重点更新备受瞩目 就是终于加入了机车专用的导航功能 很多时候机车与汽车的交通规则大有不同 汽车能走的路摩托车不一定能走 还新增了AR视觉接警导航技术 原本的2D平面可能会不知道下一步是左还是右 这项功能的更新将更能指出正确的行进方向 甚至还有小狐狸来带路 更添现实感 第三项重点更新就是特别加入For You的自动推荐功能 让用户更容易找到更多复杂的内容 还可以透过新功能List 把地点搜集起来并与朋友及时分享 也可以借由投票的方式表决地点 在决定聚会地点时很适合使用 不过目前仅先在印度市场上推出 预计2018年夏天将会于Android和iOS系统上释出 并在之后推到全球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朝鲜宣布何改权力拼经济 一江之隔的中国辽宁丹东房价应声而起 中国媒体报导曾有纵横中国房市的浙江炒房团杀到丹东 专友人出价人民币2亿元收贡整栋大楼 据报导指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 将集中一切力量搞经济建设为分水岭 丹东原本多数滞销的建案全面复苏 市区房价日均涨100元 地产大亨表示 4月20日之前 丹东新区房价约为每平方公尺3000元 现在达到了7000元 临江房和学区则需要8000到9000元 几乎涨了一倍 丹东市去一个高端楼盘的销售人员 本月初宣称 建案价格为每平方公尺1.28万元起 现在将这个炒房团已经来到了丹东 正在和老板谈整栋三号楼 价格已给到了2亿元 并且有分析指出 本轮热潮无情中帮上次的炒房客解套 另外辽宁省租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早前也以待对付丹东督查房地产市场 预计即将公布限购令 多名专家呼吁 投资者应避免盲目跟风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伟 真理报道 延迟一天之后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火箭 列银9号终于成功升空 这枚火箭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孟加拉发射第一枚高轨道通行卫星 这让孟加拉能够实践互联网临死角的梦想 列银9号将孟加拉国这颗重达3.5吨的通行卫星 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之后 第一级火箭也成功返航 降落在海面回收船上 根据数据统计 孟加拉行动网络普及度相当的低 甚至有些人只拥有智慧型手机本身 却没有开通网路 而这跟国家经济有关之外 一直以来都没有通行卫星所造成的行动品质低落 也是孟加拉网络普及度低落的主因 而这次列银9号成功搭载孟加拉首枚通行卫星升空 弥补了海底电缆通行的不足 渴望活络当地互联网 为在当地互联网上面的使用 注入新活水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道 经典电影魔鬼终结者里 阿诺史瓦辛格所扮演的机器人 奔跑跳跃行动自如 在科技发达的时代 或许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能进化成这个样子 目前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已经开始掌握人类的慢跑了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既会爬楼梯 后空翻和开门之后又有新技能 在波士顿动力新推出的影片当中 机器人已经可以慢跑引起网络热议 在影片当中 无头机器人在草地上跑步 遭遇障碍时还可以跳跃跨过 影片从10号公开到今天已经累积238万人次观看 有网友相当看好 表示期待日后机器人能持续进步 但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担心 称万一机器人如果被用于军事用途 未来可能很吓人 恐怕人类被终结的日子到了 而经常对人工智慧发出警告的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曾经利用机器人运动能力描绘人类悲惨的未来 他去年11月推文说到 再过几年那个机器人会快速移动 你得用闪平灯才看得到 针对人工智慧技术潜能无限 人类应该如何应对 值得深思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中国减少进口美国大豆 美国专家称没什么 随着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有关加征关税的威胁 也持续逼近中国大豆买家们正在取消美国大豆的订单 与此同时 中国鼓励农民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减少大豆进口 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市场 也有分析认为 如果这趋势持续 对美国豆农和中国消费者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农业部周四发布的 五月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报告称 中国大豆播种面积预计继续增加 达到8389千公顷 比上年度增加了7.8% 预计大豆进口量9565万吨 比上年度减少了0.3%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3日 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2655万吨 较去年同期下降21% 与此同时 中国买家也在取消订单 四月共取消了近21.6万吨的大豆采购量 一些分析认为 这与美中双边的关税计划有关 贸易商选择避险观望 上个月在华盛顿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北京也宣布关税计划 其中包括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 美联社援引农业咨询研究机构的人士说 中国已有三个星期没有采购 美国大豆大单 这种拖延不同寻常 爱奥华州立大学研究股物贸易的经济学家 恰德哈特认为 订单取消是常有的事 从目前来看 美中大豆贸易情况没有特别不寻常 他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我们所称的先期采购 有一些这样的采购被取消 取消的量比上一年略多 但是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没有采购当季的大豆 但是他们过去几个星期采购了下一季的大豆 也就是6个月12个月之后的大豆 他说就目前来看 市场在最初对关税的恐慌之后 已经有所反弹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4月27日到5月3日这一周 中国的订单取消量为0 哈特和一些专家表示 在每年春季和初夏月份 中国通常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 到了秋季 中国主要从美国进口大豆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经济学家约翰·贝斯说 从去年9月的2017-18年度大豆销售季来看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量就低于上年 这种趋势在美中两国关税计划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 他说这种情况发生并不是因为贸易纠纷 而是因为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巴西 2017年的大豆产量创纪录 他们卖了很多大豆给中国 另外中国中良集团在巴西投资 从当地豆农那里购买大豆出口到中国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 中良国际正在加大从巴西购买大豆的力度 一些专家认为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再加上中国落实25%的关税 将对美国大豆产业和种植户造成严重冲击 大约有60%的美国大豆出口到中国 如果这些关税措施 我们预计会看到更多的订单被取消 不过贝斯认为 中国的大豆进口仍然离不开美国 他说即使关税真的实施 中国仍需要从美国购买大豆以满足要求 因为他们无法从南美弥补缺口 他认为即便中国市场对美国豆农关闭 美国还能向其他国家出口大豆 他指出 过去几周巴基斯坦 墨西哥和欧盟国家 增加了美国大豆的采购量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 即使美国豆农和贸易商能够找到替代市场 也不足以弥补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 而且中国消费者也会面临国内价格的上涨 哈特说 他们可以找到替代市场 但是这些市场不够大 利润也不够丰厚 如果关税实施 将会损害美国的种植户和贸易商 以及中国的消费者和贸易商 因为双方能找到的替代市场都不是最佳的 日经中文网的报道说 与美国大豆相比 巴西大豆的价格高出两到三成左右 中国产大豆高出约四成 分析认为 如果中国大幅减少进口美国大豆 中国国内大豆价格将上涨 进而波及饲料价格的上涨 最终将会影响牲畜产品的价格 对美国而言 市场的大豆供应量将会上升 大豆价格走低 压缩豆农和贸易商的利润空间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中美贸易现僵局传福特进口车 遭中国海关扣留 三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进口车 在港口遭中国海关扣留 指中美贸易现僵局之际 美国商品在中国海关面临的审查 日趋严格 路透报道 三名消息人士说 由于中国海关官员 要求额外的技术性检查 福特汽车和旗舰品牌林肯汽车 面临不寻常的清关延误 其中两名消息人士说 部分德国汽车制造商的美制车款 运抵中国后也受影响 运动休旅车SUV首当其冲 因涉事敏感不愿具名的 一名驻中国的福特高层说 他们也被要求做额外的汽车排放零件检查 中国海关总署为立即回复置评要求 报道说官员们试图避免一发不可收拾的贸易战 但美国商品在中国海关面临越来越多的阻挠 福特汽车县也遭扣留 部分贸易专家表示 他们相信北京正在向华府发出反抗警讯 以回应美国上周对中国提出的广泛贸易要求 报道指出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要对美国产的苹果和原木 扩大检疫后 也对美国进口猪肉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查 另外一位熟知情况的人士说 福特汽车及部分美制BMW戴姆勒集团旗下奔驰车款 都遭海关扣留延误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美国出口大减物价上扬 加征关税伤害浮现 自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建议后 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在内的白宫顾问 曾经向华尔街及商界领袖声称 美中贸易战不会开打 川普政府的清单只是建议 什么都不会发生 不会实行 但事实上 对中国课程高关税 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伤害迹象已经开始浮现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从上载研议或已经实行的加征关税措施 以及对手所采取的反制措施 种种迹象显示 美国一些行业 尤其是在2016年投票给川普的地方 已经开始受到打击影响 正如不少人说的 贸易是一把双刃剑既伤人又伤己 华尔街日报引述联邦农业部的数据 中国4月初起停止进口猪肉 出现了自2016年10月以来的最大出口减少 甚至试过每周零出口的情况 而冷冻库存的五股火腿 则积压至8600万磅 这是今年以来的最大积存量 中国避免直接从美国进口大豆 转而从加拿大巴西进口 尤其主要在巴西方面 联邦农业部数据指出 目前输往中国的大豆 从4月第一周的25万5000公吨 到现在每周只有7900公吨 至4月26日为止的这一周 订单取消为14万公吨 从加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 大约2000个核桃种植商 过去三分之一产品输往中国 现在急跌至只有15%的产品可出口 在对钢铝产品实施高关税 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前景暗淡 部分已经决定停止招募信任 另外一些百货公司职员经常收到投诉 指消费产品价格不断上升 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赶向美国 施以还击的国家 欧洲还在等待每30天一次的宽限期 上周刚从北京谈判回来的财长 努努钦表示 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但不期望美中贸易关系所有核心分歧 都能一次解决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华尔街日报称 中国严检美国货 各港口筛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美中贸易关系紧绷之际 许多美国出口的产品 在中国各港口堆积 接受异常严格和频繁的检查 使得滞留时间比以前更久 包括加州水果 福特汽车等都在等待 中国海关官员检查后放行 企业团体说中国正在以此提醒美国 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有多重要 加州柑橘互助协会 行业协会主席尼尔森说 检查人员打开和筛减 每个货柜里的900项柑橘 华盛顿州西北樱桃种植者公司 国际业务总监胡凯斯说 美国樱桃在上周之前 可在几小时内即通过检疫 而橘子和柠檬 以往只要一两天就可通关 现在有时需要5到7天 业者担心樱桃等比较娇贵的水果 还没上市销售就开始腐烂 而在天津港 中国海关官员提出要求 要检查车辆排放系统内的各零件 这基本上需要将整辆汽车拆卸 因此造成福特汽车在港口堆积滞流 福特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只表示该公司正在注意这种情况 知情人士透露 水果很容易成为贸易争端的目标 因为它很容易因健康和安全的原因 延误放行 福特汽车也在港口受到异常严格的检查 猪肉也受到更频繁的检查 中国正在设法找出可能对美国政府施压的企业 让政府改变态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时日表示 他不知道有任何限制美国产品进口的行为 他说中国基本上是按照科学公正的方法 依法进行有关检验工作 为了报复川普 政府对中国钢铝科征高关税 北京4月已经向美国水口关税 包括柠檬等从11%上调至26% 樱桃从10%上调至25% 去年南韩决定部署美制萨德反飞弹防御系统 中韩局势紧张 中国停滞让旅游团前往南韩 也让现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大幅下降 面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中国也曾限制菲律宾香蕉进口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美国经济将于2020年进入衰退期 根据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表示 始于2009年年中的美国经济扩张期 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场的扩张期 但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 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这一扩张期很可能会在2020年进入尾声 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 约59%的私营领域经济学家表示 目前的经济扩张期很可能会在2020年结束 另外22%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会在2021年结束 少数人预测下一个衰退期会在明年到来 或在2022年到来 亦或者在一个更晚的不确定的日期到来 对于导致下一次衰退的最有可能的因素 62%的经济学家选择经济过热 从而促使美联储收紧政策 至少5%的经济学家选择的其他原因 还包括金融危机 资产泡沫破灭 财政危机 以及国际贸易争端 本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 提供了目前专业预测者的一致看法 既美国经济不会很快陷入衰退 但是扩张期也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 下一次经济下行可能会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到来 经济学家平均预期今年第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9% 高于上年同期的2.6% 失业率到今年年底将进一步降至3.7% 到2019年中期降至3.6% 几天前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 美国经济目前形势一片大好 但这只是暂时的 戴蒙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美国经济看起来相当好 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 也许是一年两年 也许会是更长的时间 戴蒙援引强劲的就业数据 金融系统中较低的杠杆水平 消费者开支增长 以及银行流动性 作为其看好美国经济的佐证 他还强调称 住房供应短缺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经济活动发生 此外 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也在改善 话锋一转 戴蒙表示 美好的时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他还表示 曾经有人问他 经济衰退的概率是多大 他说是百分之百的概率 但是问题是 经济衰退将在何时发生 就目前而言 美国经济各方面都很强劲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 戴蒙乐观的认为 会获得正面的结果 双赢是可能实现的 近阶段美债收益率曲线 趋平引起了各界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经济即将见顶的预言此起彼伏 美银美林最新发布的报告 希望打消人们的忧虑 报道称 收益率曲线趋平 并不代表今年会出现倒挂 历史上看 从收益率倒挂到衰退 平均要27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2021年之前都不可能发生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未来太空旅行像坐飞机一样平常 在SpaceX升级版猎鹰九号火箭 首次发射计划实施之前 埃隆·马斯克阐述了 他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长期设想 火箭执行多达10次发射任务 而无需任何定期维护 最终可通过翻新 实现至少100次重复发射 不过这次猎鹰九号火箭 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的发射任务 在最后一刻引技术问题被取消 但将于周五进行第二次尝试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马斯克称从明年开始 该公司计划在同一天使用同一套主引擎 和第一级火箭连续完成两次发射任务 这比以往更近了一步 预计火箭技术的不断进步 最终将使太空旅行像乘坐飞机一样平常和安全 无论是对于SpaceXI市其运营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 马斯克都吹嘘其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提出超宏大目标且制定的具体时间表通常不切实际 他的这些做法一直备受汽车业分析人士和航空航天领域竞争对手的非议 最近马斯克与华尔街分析人士就特斯拉能否增产和解决频发的生产线问题产生了冲突 如果马斯克有关SpaceX火箭的最新豪言未能兑现 恐怕又会受到行业分析人士和对手的指责 多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未能实现提高发射率和按时完成新航天器的步标 不过周四的新闻发布会非但没有弱化公众的猜测 反而凸显出了马斯克以更具野心的目标来继续博得眼球的决心 马斯克高度称赞了最新的零九号称其为史上最可靠的火箭 他还表示确信手下的工程团队还将实现第二级火箭的全面可重复利用 目前第二级火箭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当中会像一颗流星一样的燃烧 2015年以来猎鹰九号火箭发生过两次灾难性的爆炸事故 相比之下竞争对手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箭在比这更长的时间内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联合发射联盟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合资公司 如果可重复利用战略获得成功 马斯克还希望将轨道发射成本从五千万至六千万美元降至五百万至六百万美元 他说这将相当疯狂 不过客户将不得不承担部分研发的成本 但马斯克没有解释这一天何时会到来 也没有解释商业规划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 如何还能产生足够的收入 为即将推出的一些宏大项目提供资金 包括研发巨型深空火箭 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小型通讯卫星 在这次发布会上 马斯克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冲动 并重申了他对SpaceX所怀志向的宗旨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能将人类运送到火星的火箭发射飞船舰队 而且非常灵活 运营成本与飞行频率与传统航空公司大致相同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标 SpaceX首先需要证明 其可以利用目前版本的猎鹰9号安全的运送飞行员 美国国家航天及太空总署的官员正在考虑 是否批准在火箭注入低温燃料时 让宇航员位于火箭顶部的舱室 马斯克表示安全问题有些被过分夸大了 但他首次公开表示 如果必要 我们可以调整运作流程 先向火箭注入燃料 马斯克1971年出生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 是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企业家 工程师和慈善家 他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获得经济学和物理学双学位 1995年至2000年 马斯克与合伙人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 分别是在线内容出版 电子支付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2002年6月 马斯克投资1亿美元 创办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出任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 2004年 马斯克向特斯拉汽车公司投资630万美元 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2006年 马斯克投资1000万美元 与合伙人联合创办了光伏发电企业太阳城公司 2012年5月31号 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的龙太空舱 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返回地球 开启了太空运载的私人运营时代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人物 今天华尔街人物带您来看 中兴创办人侯维贵 美国发布禁售命令 让中兴通讯经营兵临休克 周围76岁一直低调行事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维贵 在退休两年后再度出山 日前网络上转传一张照片 侯维贵与中兴两位高官同时现身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侯维贵一人拉着黑色行李箱走在前头 中兴董事长应一鸣和总裁赵先鸣紧随在后 三人步伐匆匆前往美国交涉 为有史以来面临最大危机的中心寻找转机 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相比 侯维贵个性沉稳且温文儒雅 形势相当低调 周围出生于1942年的企业家 原本是工程师出生 在1980年代初被派往美国负责技术引进 在那时让他真正认识了电信产业的力量 回国后不久 43岁的他在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公司 原本想做IC产品 但考虑成本为求生存 他先做了电子表 电风扇 电话机的加工业务等 1989年中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数位交换机 从此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 并在各大外商的夹旗下大力晋级农村市场 短短几年内中兴的营收就突破了人民币1亿元 但过没多久 侯维贵遭遇了产权问题 当时中兴的股东们为利益而征 香港合资方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并退资 侯维贵和其他技术元老自己筹措资金 在1993年成立为先通公司 并与691厂深圳广与共同组建中兴通讯 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 公司被改组为深圳特区第一批股权清晰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之一 侯维贵出任总经理 从中兴通讯改制中显示出侯维贵卓越的管理能力 而在压住小灵通的部分 则可以看到侯维贵的战略眼光 到2003年中兴的小灵通业务 已经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中兴手机后来更打进国际 2017年全球市场出货量高达4265万只 目前中兴手机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排名第四 在西班牙、俄罗斯国家则排名第五 澳洲第三 海外销售量相当可观 侯维贵担任董事长长达12年 2016年已经74岁的侯维贵宣布退休 将执掌30年的中兴通讯交给新一届的董事会 不料今年4月16日 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和解协议为理由 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供应关键零组件 时间长达7年且立即生效 在关键零组件上依赖美国的中兴通讯受到重挫 同一天侯维贵亲上火线 立即率领多位中兴高阶主管前往美国交涉 昨天出现了转机 美国总统川普发了推文 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共同努力 让中国电信大厂中兴通讯能够恢复营运 整起事件有了转环的余地 但后续能否稳住不让中兴面临断流死局 侯维贵要如何力挽狂澜 外界都在看 华尔街人物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欢迎各位观众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也谢谢您今天的观看 今天华尔街我是主播吴康伟再会